首先第一步要做手卫生 我们要按照六不熄的法的方式去洗澡 内 外 夹是夹 公 大 地 就是六不熄的法 好 所有的把铝盘耳旁的那边碎起来 口罩全部要做 这个口罩有什么特别的吗 跟一般的外科口罩相比的话 对 它的级别更高 对 这个口罩一定要贴合自己的脸颊 每做完一步的话都要进行洗手消毒 对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身体层都是身体层防护肤 你看 它相当于像我们这个脸皮一样很短 然后我们拿到的时候我们把 拉那个部分抄 抄外 就像我们上脸皮图一样 好 拉下来之后 多了 我们把这两个袖子稍微稍微一点点 可以脱到肩上 对 像我们上那个困的 铁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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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再整理帽子 帽子是一定要遮住我们 对 这里有头部的 好 把它都在整理好 衣服拿好 好 稍微抬一点 然后 让衣服更起 好 这个衣服这一块 有一个双面胶 撕掉 然后将它 拉 拉B Nan Basco 公� него 再就llow 直接面对病人的时候 将自己的脸部全部震住 就可以防护子病人的破牙 可以看到我们的脸上 打开之后 你们手上有大拇指对不对 这个大拇指穿下去 这个手这个指 然后大拇指 这个防护子你的皮肤 我们都在控制到座后 包护在外 包护在外 对 把那个裤子往下拉 也就是相当于 你刚才拉得太高了 已经完成了整个防护服的穿戴 都感觉着这个防护服的重量其实 不是特别重 但是整个人穿上去有一点点闷 然后你可能听见丝化的声音 会有很遥远的 嗯 就隔着一层东西 对 就是咱们这个防护服 它是一次性的吗 还是可以循环使用的 为了保证医护人的安全 绝对一次性使用 所有的全部一次性使用 那平常的话 就是像咱们的衣服工作 完成这个整套的穿戴 大概是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少练的话 只要两三分钟就可以了 我们为了保障医护人员的健康 要求是四个小时一换 因为他们还要出来 四个小时之内是不能喝水 不能上厕所 什么都不能做的 所以我们就说四个小时 就出来脱掉衣服之后 换一换 有其他的班轮换 然后进行一个休息 喝水补充能量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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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